這裡是花蓮的清水斷崖 以前我曾在路旁的觀景台欣賞它 但當我這次滑著獨木舟沿著岸邊 探索這片壯麗的海岸風光 換了一種角度才發現我從來沒有好好的認識它 這片綿延20多公里一次分險峻的斷崖絕壁 可以從它南側的沖著海灘開始 進行一趟你可能未曾體驗過的冒險之旅 透過專業團隊的指導進行暖身訓練後 便可以挑戰保證難忘的海豬獨木舟 隨著獨木舟破浪而出才剛剛出發不久 海水猶如翡翠一般的美麗色澤 就已經讓人不禁讚嘆 東海岸太平洋屬於台灣的美景是如此動人 往返大約需要半天的獨木舟之旅 會經過斷崖邊變化多端的地形 穿好救生衣仔細聽從教練指示 也可以偶爾在海上玩玩水 更讓人感到興奮的便是一些 如果不是跨東州幾乎難以抵達的美景海灘 來到岸邊沖洗著沖山區奔流入海的山泉水 在剩下時尊無敵暢壞 有人說台灣人一輩子一定要爬過玉山 有渡日月潭還有單車環島 但或許體驗海洋獨木舟 也是此生畢竟要嘗試一次的挑戰 儲備好體力 注意安全 在這個暑假結束前 台灣的海岸之美等待你的到來 動新聞 勇闖太平洋報導